一直给人良好形象的美国汽车生产商特斯拉 闹出人命算不算暴冷呢 特斯拉费尽心思开发的自动驾驶汽车 两个月前就在路上发生了意外 司机还因此送命 美国当局现在还在调查事故 这种夺命的意外让外界再一次怀疑 自动驾驶技术是不是真的已经足够成熟 不管怎么样还是很多汽车生产商 争相投入自动驾驶技术研究 日产汽车Nissan就是其中一个 他们的第一款自动驾驶汽车 将在八月份隆重登场 美国人的技术可能还不到家 来看看日本人的技术又有多高明 自动驾驶汽车是未来趋势 几乎所有汽车生产商都想分一杯羹 日产汽车Nissan显然是抢到了先机 2016年全新一款日产Serena 无论是造型和内部设计都比上一代出色 更重要的是它具备了Propilot自动驾驶技术 透过高精度的摄像头 识别前方车辆和车道线 再通过ECU控制转向、加速和刹车 让车子保持每小时30到100公里的时速 说了那么多卓越性能都是其次 重点在于汽车的安全性 特斯拉开发的自动驾驶汽车 闹出人命一事 让外界特别的担心 所以自然对日产汽车抱有怀疑 糟糕了 什么叫不会让客户过度的自信 那这款Serena到底安不安全呢 还好汽车还没在我国出售 大家不妨再观望一段时间 顺便看看车子的性能 才决定要不要购买